欢迎收听竹茶频读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 寡言 作者 洞见 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 寡言 有人说 智者寡言 愚者善辩 深以为然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能言善辩的人 可是 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好结果 为何 因为能言善辩的人 往往会自恃口舌之力 不加收敛 最终让自己陷入困境 一 寡言 多听少说 世间之事 纷繁复杂 难以辨明真相 其中 又有很多人 天油加醋 歪曲事实 有的人 听风就是雨 不去细细思量 事情是否合理 就跟着人云以云 如此做法 就很容易伤害到无辜的人 有人说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 当然 饭也不可以乱吃 但是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言语的重要性 不可随意言说 网络的信息 两有不齐 真假难辩 如果我们跟随着大众的舆论 去批判某一个人 而不去多加分辨 那么我们就容易成为 雪崩中的那一片雪花 所以 当我们难以辨别 事情真相的时候 不必急着发言 要克制住 自己发言的冲动 多听听众人的言论 多分析众人的言论 看其是否合理 有时候 批判错一个人 比表扬错一个人 更让人痛心 言语随无形 伤人却不浅 多听少说 多了解实际情况 克制住自己发言的欲望 是一种难得的自律 二 寡言 忍辱不便 郭德纲说 冤枉你的人 比你都知道 你有多冤枉 有时候 我们遭遇别人的冤枉 会有辩解的冲动 可是 事实告诉我们 这种辩解 常常是徒劳的 因为我们之所以被冤枉 不是因为对方不明实情 而是因为对方 或出于利益 或出于人情 故意歪曲 故意 故意歪曲事实 冤枉我们 面对这样的人 我们既是有鬼骨子的学识 苏勤的变才 也是无济于事 甚至 此时的我们 越是善变 越是在言语上 证明自己的清白 揭露对方的黑白部分 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公平 反而会越多 所以 此时的我们 最好的处理方式 不是辩论 而是选择沉默 以静待时机 等到时机到了 或者有人 会替我们去收拾这些 颠倒黑白的人 或者 我们可以借势去反击 时机不到 不要强行为之 越是强求 就越容易伤害到自己 忍辱不变 选择沉默 不是傻 而是一种大智慧 三 寡言 大便若乐 老子说 大便若乐 真正善于辩论的人 看起来 似乎是木论的 为何呢 这是一种大智慧 善于辩论的人 固然能够得力 能够胜人 但是 那些善于辩论的人 也容易为自己 招来祸患 也能够引人记恨 所以 善于辩论 也不一定是好事 一个木论的人 虽然默默无闻 但可以安稳度日 牙尖嘴利的人 纵然锋芒毕露 也难有好结果 所谓 树大招风 招人嫉妒 更有人 世财傲物 伤人 却不自知 善于辩论的人 是聪明的人 但是 一个人 虽然善变 却不让别人 看出来自己善变 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知道自己的聪明 在什么时候该显露 在什么时候该隐藏 他们甚至 不可求虚名 而处识祸的道理 所以 他们不会被自己的聪明 所伤害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克制住自己 说话的欲望 不该说的话 坚决不说 该说的话 三思之后 谨慎言说 所谓 祸从口出 一个人 懂得沉默的智慧 那么 他的人生之路 自然就会 少了很多挫折 愿你我 能够戒掉多言 懂得沉默的智慧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